熟话说早起了鸟儿有虫吃 高雄的渔民有红包拿 几个大早高雄市场韩国鱼 鱼市场发送红包 从到处都受到渔民热情欢迎 不过也遇到举牌成情 人进来啊 人不进来这生意怎么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的人流越来越进来 这个各行各业就很兴旺啊 于是发完韩国鱼赶往下一站 果菜市场 市长好 拍照 天亮了人也多 就怕打扰大家生意 这回改做韩市长定点不动 换成菜农排排队领红包 一样惹人笑得合不拢嘴 其一大早连杆两行程 外界关心市长体力还行吗 因为前一晚 我感觉稳弱了新军家 结果就突如其来 我就决定去新军家 他们也觉得生意人流比以前多了 也感觉生意比较好 但是呢 他们希望未来还有成长的空间 所以我昨天晚上临时决定去新军家 看一看 没错 下班了还忙不停 晚上十点 跑到新军江 亲自关心 商圈状况 马不提提 累不重要 因为高雄人民过得好不好 才是韩市长最大牵挂 简言信宇 高雄综合报道 也不一样 我应该觉得 你多了 我应该觉得 我应该觉得